。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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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寿辞,愿解如来真实意。请放长。 好,我们看到课本的第几页。 来,课本第几页。 好,是第几页了,好,85页是,关三十门,第十一吗,好,那我知道了,哦, 好,那如果是,基金会的本职,十二门论讲话,是到第几页。 是,我说的是这个,慈航法师的十二门论讲话。 OK,好。 如果基金会的十二门论讲话,是一百二十八页。 治愈老和尚的十二门论,随解是,两百零一页。 好,请看。 关三十门,关三十门,第十一。 三十门,这里呢,它的重点。 它说, 请看第一个,前十因,后十因,一十生因,三十因果不可得。 什么是,前十,后十,一十。 我们,已经有讲过,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可以看这里哈。 这个,现在电脑上,十二门论讲话,关三十门,第十一。 此行法师,它是说,这一段是观察,这个十不可得。 这里,它说,分有三十。 哪三十呢? 前十,后十,一十。 这里的总纲,它说,一切法空。 一切诸法,是,必尽空极的。 但是,你要怎么解释? 它说,因,与有因法。 前十,后十,一十生,不可得。 前十, 讲的, 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呢? 过去,啊。 后十,指的是什么? 这里,这里是这样哈,嗯。 前十, 前十,过去,后十,未来,一时呢? 后十,未来,一时呢? 是不是指现在? 不一定是指现在,指,指,任何一个时间,的某一段时间。 好,这个声音指的是什么? 使令, 啊,这个前十,造成,过去,所,产生,过去的,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所产生的因。 后十是未来的时间里面的因。 一时是任何一个时间之中,产生的因。 这个因,这三种因。 啊, 他这里说,因, 因, 与有因法, 前十,后十,一时生,不可得。 那有因法是什么呢? 指,有原因而生起的事物。 有原因而生起的事物,意味着,这个是什么? 生起的事物,由原因而产生的事物,就是果法嘛。 是不是? 所以这里的有因法,我们就称为果。 所以因, 与果呢? 他说啊, 原因和结果, 是, 产生的这相续的概念。 不管是在过去的时间也好。 在 未来的时间也好。 或者是 某一段时间, 产生也好。 他说, 这一切啊, 三种情况。 他说, 都是, 不可得, 这里的不可得, 解释成啊, 这三种情况, 都不可能, 产生出事物, 出来。 就是, 因与果, 如果, 独立于, 前十, 独立于后十, 独立于一时之中, 都不成其为因果。 不成其为因果, 也就是, 不可得, 产生不出来的意思。 那为什么呢? 我们说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过去的一段时间, 过去的一段时间, 所产生的事物, 会造成现在的时间, 所生成的事物。 它是一直相续不断的, 事物的发生, 是一直相续不断的, 既然是相续不断的, 就不会有, 在单独的时间之内, 而, 单独的一段时间之内, 产生出个别的因果。 因果是相续的, 所以这里讲, 若法先后供, 事皆不成者, 事法从因生, 云何当有成。 我这边给大家, 做一个, 图表的解释。 请看这里, 这里的过去, 称为什么? 前时。 然后呢, 未来我们称之为后时。 无论前时或后时, 短暂的一段时间称为一时, 这个一时并不代表, 它就是现在。 所以呢, 以前时到现在来说好了。 乃至到后时, 我们称暂时说, 这个叫未来。 没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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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大家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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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這個 這個稱之為過去 這個是未來 好,這個是現在 我們可不可能界定說 在前時或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有單獨的因果存在 或是有在現在有單獨的因果 未來有單獨的因果 好 是否 在 一段時間 這個一段時間 稱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 之中 有 獨立存在的 因果 因果關係 答案是否定 為什麼否定呢 因為 因果 是相去的 為什麼因果是相去的呢 因為我們的心 心念啊 是一直相去不斷 好 時間 也是 相去不斷 既然如此 它是都是相去不斷 那你說要成為一段因果 必須有它主要的因 然後呢 次要的人 才能產生結果 而且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乃至到下一段時間 它這個因果都不是單獨的存在 尤其有可能是這樣 這一段 不管是什麼 會是 下一段的什麼 因 然後呢 下一段的 下一段的時間的果 它還有它其中加入的人 然後呢 這裡的果 現在的果 就是會是未來的因 然後這個是未來的因 所以它這個因果 是不是被決定的 不是 既然不是決定的 因 原果 都是 無常 既然無常的 那我們就可以 靠著我們的努力 修行 改變那個因緣 改變那個佛報 乃至現在的因緣不能改變 在未來的 佛報 可以改變 只要你有強大的因緣 這也就可以證明了 什麼叫做 地藏圖上面定業的真言 你說定業不可轉 對不對 沒有錯 但是 藉由我們 強大而努力的因緣 可不可以使 我們未來要受的果報 延遲發生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但是未來你要受 這已經要受 中醉清泡也可以 中醉清泡會拖很久 會拖很久 對 比如說 一杯鹽水很鹹 對不對 你必須喝這一杯鹽水的量 但是我加進去十杯白開水 那這一杯鹽水的鹹度 他被稀釋 但是總鹽量不變 不能用那個 你的那個 什麼 激善美的那種激激活 來孝敬嗎 不是這樣 英國是個別的 你造善有造善的英國 造惡有造惡的英國 這不能互相分發 善惡不能抵消 對 善惡不能抵消 後宮不可抵前過 自己造的業一定自己受 所以我滅不了 那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代不代表你過去所造的惡業就不見了 沒有 沒有 不是這樣 是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後 沒有讓你犯戒 的因緣 你可以在這裡一直 修行 然後呢 你呢 修行好了之後 你要回來送你的果報 但是這個時候你已經覺得 我在受爆 完全 不會有什麼 怪 心 不動 肉體受傷 心不動 而木劍聯就是這樣 央絕摩羅也是這樣 央絕摩羅 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殺了999個人 啊不是999多 但是他後來 正阿羅漢 他後來正阿羅漢 那是不是代表他是聖人 是啊所以說 他是殺了999個人 夜是不是就 抵消了不見了 沒有啊 楊絕摩羅每次出去 脫脖都被人家打頭破血流 他即使逃得遠冤的也是被人家打 但是他心裡面呢 很平靜 他覺得這是他應該送的 那你說 他已經是阿羅漢了 你就去打他 那你不是造惡業 那又是另外的 夜報系統 另外一碼 這不能混的這樣 楊絕摩羅在承受他的火爆 他心不動 那我們說 目見連尊者是 佛陀的生團神通第一 當加皮羅為國滅亡的時候 他實在是不能忍受 他用他的神通道律 撥一蓋 蓋了什麼 五百個世家族優秀的人 化成血水 但是世家族有沒有因此而滅族呢 對沒有 為什麼 因為當時 世家 加皮羅為國的國王摩河南 他對琉璃王說 我潛入水中 如果 我浮上來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屠城 但是我還沒浮上來之前 加皮羅為國的 大小城民 你讓他們走 琉璃王說OK 說反正你那麼淺下去也不夠淺 最多十幾分鐘 就沒想到摩河南 蛇己為了 把他頭髮綁在底下的石頭上 他溺死 這時候加皮羅為國的人都逃得差不多 所以世家族沒有被滅住 但是琉璃王後來被政變 被燒死 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故事 劉璃王殺了他的哥哥 殺了他的爸爸 政變 然後他要對世家族所在的加皮羅為國報復 那請問當時 喬薩弥國那麼強大 加皮羅為國這麼一個小國 罪兒小國 那你這樣去報復他 你為的是什麼 就是人的 煩惱 煩惱 因為琉璃王到加皮羅為國去玩的時候 他被受到侵蝕 他說你的媽媽是我們的悲女啊 悲女的兒子是低賤的走過的路呢 要把他們的路啊 泥土都挖出來 結果劉璃王小時候就說好 有朝一日 我奪得王位一定先來滅加皮羅為國 這都是有因緣有典故啊 我們只是附帶一題 所以說 你看這樣 英國可不可能被固定在一個時間之內 然後 沒有相續而這樣發生 答案是不可能 所以在這裡 觀石門的第一個部分 先因後有因 事事不然 何以故 若先因 後從因生者 先因時 則無有因 與誰為因 若先有因 後因者 無因時 有因已成 何用 因為 若因有因一時 事亦無因 如牛角一時生 左右不相因 如是因 非是果因 果非是因果 一時生故 事故三十因果皆不可得 你看他一大堆因 我這邊白話解釋 跟諸位說 原因和結果這兩種啊 不管原因在前 結果在後 或者是結果在前 原因在後 或者是原因結果同時 這三種情況 都不可能產生出失誤來 所以也原因結果 不管是在過去 現在 未來的哪一個時段 他都不可能產生失誤 因為 利潤就有問題了 原因和結果 不可能在單獨的一段時間之內 而出現而成立 因為時間是相續的 因果呢 也是相續的 就像我剛剛 這裡講 如果 先存在著原因 再產生出結果 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後有因就是什麼 有因法就是什麼 結果的意思 所以先因 後有因 要這樣看齁 先有因 而後有果 他說是是不然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 原因中 就有結果 那麼 先存在原因的時候 還不在 還不存在結果 那麼是給誰做原因呢 就是叫與誰為因 了解不了解 原因中 是不是就 蘊含著結果 這當然不對 原因加上什麼 主要的原因加上 副次要的什麼 原 才能產生結果 所以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結果 是不是先存在於 原因之中 當然不對 倘若說 結果先存在原因之中 那麼 在他之前 的原因 裡面有沒有結果 哦 他是這一段 再來 這個是 果在因中 這個破斥了 第二個 如果先存在結果 而原因在後 就是 結果在前 原因在後 那這樣對不對呢 我們知道因果是相訊 更不可能 先有果法 而 再有原因 那有的說 我沒講錯啊 橘子裡面 是不是有橘子的子啊 是不是啊 橘子的子不是原因嗎 橘子不是果嗎 是不是 所以果在因之前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樣子成立的話 那麼橘子又是怎麼產生的 哦他這個第二個就是這個問題啊 還不存在原因的時候 那就產生結果 那又要原因做什麼 第三 如果原因結果是同時 因果如果同時 那我想請問諸位 那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因果可以同時嗎 哦有人這樣跟我說 那當然可以 水席 啊是生物 那有沒有學過生物 水席是不是雌雄同體 對不對 無性生殖 因果同體 因果同時 可不可以這樣講 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水席 水席 水席為什麼會 水席 你說他因什麼 陰陽同體 雌雄同體 雌雄同體啊 所以你就說他因果同時 這是對的嗎 那請問啊 水席 生出下一隻水席 下一隻水席 是 跟前一隻水席 完全一模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不對 後一隻水席 又怎麼百分之百 跟前一隻水席 一般無二呢 如果 這兩隻水席 是不一樣的 那就可以破除因果同時了 就可以破除因果同時了 那這裡他講的因果同時 是在哪裡呢 他說 如果因 有因一時 是亦無因 如牛角一時生 左右不相因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因 原因結果同時產生 那麼原因也不存在 結果也不存在 是這一段 譬如牛的兩隻腳 同時長出 左腳和右腳不可能互相做為原因 這個只是一個比喻啊 那我們知道牛角的 生長 或許會有先後 但是 但是 左邊的牛角和右肩 右邊的牛角 是不是彼此互為因果 完全不是這樣 所以呢 他這裡說 原因不再是結果的原因 結果也不再是原因的結果 因為他們同時產生 那他這意思就是說 牛角啊 絕對不可能 同時產生 同時產生 總是有一個先一個後 就算同時生長 兩隻牛角 必然有一大一小 或許有些微的差距 絕不可能兩隻同時 或是一模一樣 所以在這三種時間狀態下 原因結果 都不能成立 所謂三種時間 就是前時 後時一時 好 第一段講完 再講第二段 破問難 有人這樣問 有人這樣問 喝一下齁 破問難 如破因果法 三十中 亦不成 若先有破 後有可破 則未有可破 是破 破誰 若先有可破 而後有破 可破已成 何用破為 若破可破一時 是亦無因 如牛角一時生 左右不相因故 如是破 不因可破 可破 不因破 這個其實 在翻譯的時候 他這樣翻 其實會造成大家 閱讀上的苦惱 這樣又是可破 又是不可破 又是 什麼 你看這裡面 破和因 的字出現的非常多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析齁 破就是破次的意思 你前面 現在說 魯破因果法 這問約就是外道的問難 你龍術菩薩 這樣破因果法 對於原因和結果的這樣破次 說在三時之中 過去啊未來和一時之中都不成立 那麼 現在我這樣講啊 如果 先存在破次 然後才有被破次的論點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齁 你想批財 必須有批財的斧子 還有被批的財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有破 和可破 你必須把它分辨清楚 可破就是要被破次的理論 有破就是呢 先存在你想用破次這個理論的方法 或者是你想破次他的心 這個叫做先有這個破 而後才有可破 好知道了齁 破和可破了解齁 好 如果說沒有這個 可破 也就 沒有這個破 如果說沒有破 也就不會成立可破 好可以不可以 好大家思考一分鐘 破和可破 好 有問題 好這個 這個可以 照相的嗎 照相 好 蛤 蛤 什麼 這 就是 那個 是 你四聲在那邊講的 喔 對 現在法名叫可真 這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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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可破是什麼 木材 對不對 應該是說破是什麼 破的工具是 可破的是什麼 木材 來 那麼這筆 我們說破是什麼意思 破斥 的 主體 就是什麼人嗎 破斥 理論的主體 好 可破是什麼 被破斥 被什麼 被主體 人 破斥 的 這個 理論 好 這個是破和可破 可以嗎 好再接下來 若先有破 後有可破 好 這段 這個這個85頁這個 講完了 再下一個 如果 如果說 沒有這個可破 來 現在 若 沒有 可破 那會有 那會有 破嗎 如果沒有這個要被破斥的理論 會不會有想要破斥的人 就 沒有啦 好 同理 若 沒有 破 會有 可破嗎 答案 答案也是沒有 是不是 注意啊注意啊 我一步一步解析 什麼是破 什麼是可破 第二步 沒有可破 不會有破 沒有 沒有破 不會有可破 有沒有 所以這意味著破和可破是什麼 二元對立 是相待產生的 可以嗎 不不不應該是相待產生 應該不是對立 講太快了 就好像 爸爸 爸爸這個名詞的出現 是因為 有兒子 有女兒嘛 對不對 但 有兒子和女兒 或是你有領養的兒女 這種親子關係 才會成定 對不對 如果 如果 有小時候也會用爸爸叫 我們不講一下小可 如果 你沒有兒子 會不會 會不會有人叫你爸爸 不會 對不對 沒有 不會 不會 你會不會主動到街上去認爸爸 然後說 神經病 很可能 是不是 他必定是存在著某種關係 才會有這種親子關係的承認 就好像這樣,破和可破 那這段文呢 就是這樣 沒有可破,那你要破誰啊 沒有這個可破 那你這個 破要破的是哪一個啊 沒有可破啊 那破會不會存在 不存在 好 如果先有這個可破 然後才有這個破 但是可破已成呢 可破已成,還需要這個破嗎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要被破斥的理論已經成立 換句話說 還需要再重新講一次 有破嗎 你要知道破和可破 是相待而成立的 一個有,另外一個一定有 你已經有了一個 那另外一個一定出現 那你還要再多提他 這不是 頭上鞍頭嗎 好 如果破和可破 是一時 現在 要講到 破和可破 把它置於 至於什麼之中呢 至於什麼之中呢 後時 一時 和什麼 前時 破和可破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一種因果關係 是不是 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因果關係放在後時 放在一時 放在前時 他有 單獨 而獨立的 在一段 時間之內 成立的因果關係嗎 在上一段文 我們已經破斥了 說沒有這回事 那同理的 破和可破 在後時 一時前時 可以 單獨的 存在於 這一段時間之中嗎 不可能 所以他說 他說 若破可破一時 是無因 不可能產生 如牛角一時生 左右不相因果 如是 破不因可破 可破不因破 那你一定會覺得 破不因可破 可破不因破 到底是什麼意思 破不因可破 就是說 破斥就不把 被破斥的論點 作為原因 被破斥的論點 也不把破斥作為原因 你這樣覺得好像 是對的 但是這是外道提出的喔 現在要講龍術菩薩說的 龍術菩薩說 現在要講回答 他 回答他說 你這裡講的 破 和可破之間 的關係 他說 有問題 龍術菩薩怎麼 回應他的這個 問題呢 他直接跳過去 直接說你講的這一切都是有問題的 諸法必進空根本就沒有破和可破 這是我的這個說法 欸你看 外道的這樣子 你看 有破 可破 沒有可破 就沒有破 沒有破就沒有可破 好 你不去破 龍術菩薩說 你還要講什麼 破和可破 那都是多說的 諸法一切必進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根本 沒有破和可破 你還要強制去分 破和可破 破 那你這樣子所提出的問題 就有毛的 所以他這裡說 若諸法空則無破 無可破 我現在說必進空 則乘我所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 則乘我所說 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講解有關 必進空的道理 就能正成 我的觀點是對的 你的論點是錯的 好 這是我今說空 則乘我所說 再下一句 若我說破 可破 定有 看到這裡 定有啊 定有啊 如果破和可破 是決定 產生 存有存在 應做事難 所以破和可破呢 是不決定的 我不說破可破定有 我不說破可破定有 我從來沒有說破和可破是決定產生的 我只是論證 在一件事物 的發生的時候 有被破斥的理論 就有 要破斥的什麼 主體 有主體 才有 客體 有主要要破斥的 理論的人 才有被破斥的理論 我並沒有說這兩個是 一定要存在喔 但是你外道說的 這兩個 破和可破之間的 關聯 在後時 一時 前時之中 是 決定存在 決定存在 第三項 破 問難二 這個破問難 第三項這個破問難二呢 是根據前兩項來的 他這裏啊 將 先時音 後時音 一時音 當作 用個例子來做比喻 用個例子來做比喻 什麼例子呢 第一個 什麼 我們親眼看見 有些存在於結果之前的原因 這叫眼見先死因 製作陶藝的師傅啊 製作瓶子 製作瓶子 他說這叫眼見 眼我們眼睛能夠看得到的 先死因 陶藝師傅做瓶子 陶藝師傅做瓶子 是怎麼做啊 陶藝師傅揉那個泥土 最後瓶子出來 好這個是破問難 他說這個是先死因 那什麼是後死因呢 先有什麼 弟子才有老師 沒有弟子就沒有老師 所以教化弟子以後 後時四肢是弟子 這是什麼意思啊 教育完弟子之後 我們才知道 這個是 弟子 這個不是弟子 也就是說 老師教學生 有的可以受教 有的呢 不受教 可以受教的把它收作徒弟 不能受教的就你get out 對不對 所以他叫做後時四肢是弟子 還有一時音 就像 燈與名的關係 什麼叫燈與名呢 燃這個燈 房間馬上就全亮了 就燈與名的關係 所以你說的 前時音 後時音 一時音 通通不可得 你講的 是錯的 好這個是 外道的溫暖 好我們來分析 他這個 所謂的 先時音 陶詩作品 有沒有問題 他根本先時音跟陶詩作品 這個例子啊 搭不上 陶詩 揉泥土 之後呢 形成瓶子的胚 還要 陰乾 陰乾之後才拿去 磚瓦窯燒製 而成為瓶 到底哪一個部分是先時音呢 他只說陶詩作品 後時音呢 他說哎我是一個老師 教了很多人 有的弟子 能受教 所以我稱為是弟子 有的弟子不受教 那這不是弟子 所以呢 教了以後 覺得他受教這個才是弟子 所以這叫後時音 那這個是不是這個有問題啊 你要不教你怎麼知道他是弟子 不是弟子 是不是 一時音 燈 和明 燈 一打開 這個 房間都充滿了光明 而燈 繼續亮著 所以燈 和這個 光明 同時存在 這叫一時音 對不對 那你說的前時音 後時音 一時音 都不 可得 他是事事不來 那從這個例子來分析 他這個 外道的問題 就是有問題啊 所以他這邊回答 陶師作品 陶師作品 你這個屁育 根本是錯的 屍於不來 何以顧 如果 還沒有瓶子之前 陶藝師傅 怎麼做啊 拿什麼做瓶子啊 到底誰是音啊 陶師一切前音皆不可得 厚實音異如是不可得 他說沒有瓶子啊 那會有陶師嗎 你說他的工作就是陶藝師傅啊 他 他現在就是這個 陶藝師傅 然後他現在不做瓶子 那不做瓶子 你這陶藝師傅的名稱還能存在嗎 他一定是要做出瓶子 才叫陶藝師傅嘛 是不是 沒有瓶子他叫陶藝師傅啊 不對啊 所以你這個比喻有問題 第二個 沒有弟子的話 會有老師的存在嗎 沒有嗎 怎麼可能說先教了 那個 學生覺得 這個是材料 所以稱之為弟子 所以是先有弟子來才有老師 這是錯的嘛 後時音也不成立 再來一時音像 燈名 也有問題 你說 燈 一亮 燈 燈一點燃 這個 房間充滿了光明 這個光明 和燈 同時聚存 他說雲和 相音啊 什麼叫雲和相音 雲和相音就是說 到底燈和光明 燈和光明 哪一個是因 哪一個是果啊 你這個是因果同時啊 你不能把 現存的狀態 當作因果同時 那這個就是你 舉出例子的矛盾點 你的光明究竟從哪裡來 先從 燈的點燃嘛 房間才能充滿光明 燈不點燃房間都暗明崩 再說了 燈和明 他也有遠近的差別啊 來來來 問大家 這個 在北極點一盞燈 南極可不可以 感受到他的光明 诶 詭辯論者說 怎麼不可能 我這邊北極點一盞燈 全地球都亮 那只是說亮度的大小而已啊 你覺得他這詭辯對不對 蛤 诶你那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 好那我們怎麼來破 破除他這個理論 我在北極點一盞燈 全地球都亮 只是各地方的亮度不同啊 好那可以用兩種 來破斥 你還在講 燈 點燈亮和不亮的問題 這一切都是空性的 你還在執著那個 這是 直接破斥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說的亮到底是 明亮到什麼程度才叫亮 能夠看得見 我們稱之為明 對不對 光明啊 但是呢 你在南極 能夠看得到北極的 燈嗎 看不見 看不見 那這樣子怎麼能說 北極點一盞燈全地球都亮 這是謬論 所以他這裡講啊 像這樣子 我直接說 一切因緣 都是 必盡空級的 所以有違法 有因緣造作的一切諸法 無因緣造作的一切諸法 甚至眾生 都是 必盡空級 好 十一門講完 十一門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啊 好,大家思考一分鐘 十一門講完哦 好,我出家到現在,二十二年 那你說,我有沒有做過佛飾啊 有 大概做 在這二十二年當中,不超過 二十見佛飾 我始終是這樣認為 你這個好好的 一心持戒啊 自然 戒神 擁護 你衣食 衣服 飲食衣服握具一藥 會 無所潰乏 就是說啊 照顧你這個人的法身會命,是足夠的 但是你有其他的想法,例如說你想建寺廟,你想建立生團,那個就必須 眾多姻緣的成就 了解沒有 要眾多姻緣的成就,光憑你 呵呵呵 火力 啊 蛤 OKOK 不要緊 眾多姻緣的成就 因為你涉及的是眾多的人 所以你一心持戒 好好的 拜佛 懺悔 你這個道良 無餘 這也是佛 對我們 後代的 出家人有受寄過 你一心行道 釋迦佛 加沙的一角 這樣的福報 共一世天下的所有 比丘比丘 比丘尼 享用都享用不盡 但是你想要 承辦 眾人之事 眾人之事 那就要眾人的姻緣 所以你想承辦眾人之事 那你就要多去結緣啦 那這個結緣就必須跟人家結 善法的姻緣 你當比丘的給予眾生親近的佛法 這樣才會得到親近的姻緣 是沒錯 你 個人修行 那是沒有問題 但你要承辦多人修行 那就要 大眾的 力量 了解沒有 大眾的力量 有時候大家未必啊 動機都是純正 所以在那個廉池大師的 資門重行錄和聲訊日記 還有這個竹窗水筆 這三本書是我們出家人一定要看的 資門重行錄 今天我們把十二門也把他講完啊 哎唷 你放心 你放心啊 三本書 我關el 有 赤金會有 基金會有 我或是去 鄭絕金是 漁通事情 還有什麼 總計 雲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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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本 竹窗水筆 還有一本 偶義道師謹訓月入,其實就是韓家吉 他出自於臨風中論 這是弘一律師摘取自臨風中論 這四本書 是出家人之必讀 你這個四本書讀了以後,你的念頭就不會翻 好,就講到這 接下來我們看第十二門 好,這可以了齁 插掉 下面那個 這個是在我們漢傳佛教 那西藏佛教有沒有類似這樣的書 有啊 很多啊 那看那個漢傳佛教有什麼書 你要去問漢傳的很多切啦 沒有要跟講 在很多他們祖師的開示服務 我覺得第十一門真的是 邏輯心很強 好,請看第十二門 官升門 第十二 第一個 總官 升不升,升時不可得 大家看到這裏 有沒有想到 這個是跟 中論的哪一品,非常的像啊 升不升,升時不可得 來,我們看看中論 中論從第一品,觀音原品到官區來品等等等等等等 升,升時,還有什麼 是不是官音原品呢 是不是 其實跟官區來品很像 是 以去,未去,未去,去時 他這裏呢 升是什麼 升是什麼 升,不升,升時 是不是很類似 這個是講到去 那講到升呢 他是在 哪一瓶 哪一瓶 他跟這個 官染染者品 也很像 官三相品啊 生 生 祝滅 他 講到 這三相 看看到這裏 果然是在官三相品 第七品 生生之所生 生於 彼本身,本身之所生 還生於生生 到底是生還是不生 又生 又不生 又生生 又不生生 那時候搞好久 後來弄清楚了 哦 所以是在 官三相品 裡面 所以官生門 跟官三相品 很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不是在講 官三相品 我們看 十二門論的 官生門 好 開始 總綱 一切法必進空 為什麼 生不生生實不可得 就是說 生 產生 發生 不生 還沒有產生 還沒有發生 生實 不管是生或不生 的時間 未生還沒有產生 對不對 生實正在發生 已生是什麼 發生過了 他說這三者都不可得 生已不生 不生亦不生 是什麼意思 發生過後的 事情還會不會再發生 不會哦 這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腦中想到一個例子 已經產生車禍 正在住院的受傷者 會不會再一次發生車禍 或者是說 再返回他發生車禍之前 然後發再發生一次車禍 不會了 蛤 蛤 不可逆的事情 不生 一不生 什麼叫做不生 不會產生的事物 或者是產生以後的事物 還會不會再發生 不會了 不會產生的事物叫做什麼 食女兒會不會生出 蛾泥 現在 龜毛會不會生兔角 不會 蛤 那個 馬會不會變獨角獸 這都是存在於神話中的事情 所以這不會 生食亦不生 是什麼意思呢 正在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 從無到有的產生事物 不會吧 比如說 我盧碩 出家22年 現在正在講課 會不會 重新 回到 我還沒出家之前 哦 又繼續 經過一段 出家 可能會出家的 歷程 或是可能不會出家的歷程 還是可能去做 全真道士的歷程 可不可能 時光倒流 時光倒流 會不會 不會 至少 目前沒有發生 沒有 做出時光倒流的機器 那都是 所以 不生亦不生 生食亦不生 所以這邊祭送 生果 則不生 不生亦不生 離世生不生 生食亦不生 生食亦不生 生果是什麼 已經產生的結果 就不需要再產生了 還沒有產生的 會不會 產生 不會 還沒有產生 例如說 例如說 這個 我現在要講什麼 如說我還沒有出家之前 蛤 就是我還沒有出家之前 可是這個例子不好了 唉 唉 不 生果則不生 已經講過了 不生亦不生 還沒有產生的結果 也不會產生 結果都還沒有產生 那怎麼會發生呢 對不對 那這個需要解釋一下 以出家這事情來說 我們發心出家 是不是 你在 俗家的時候 發出離心說我想出家 就一定出得成 不一定 很大的時候是 出家不成功 要出家成功 要出家成功 必須 眾多的姻緣成就 最主要是你的 什麼 出離世俗的心要很強 否則 你出不了家 你出不了家 你完全出不了家 就算你換這個衣服 人家覺得 你這個 也不像 不像出家人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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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只是要相出家人 外表相 內心也要 符合 由相出家人 到四出家人 這一段時間要很長 好 生果則不生 不生 亦不生 還沒有發生的 就不會發生 離開了 生和不生 在這不生 在這產生 和 沒有產生 這兩個二元對立之外 會不會有另外的生會出現 也沒有 好 正在產生的時候 會不會產生 不會 雞正在下蛋 他會不會 正在下蛋的時候 另外又 生雞蛋 不會 不會因果同時 正在下蛋是一個過程 到已經下蛋 那是果 不會因果同時 所以這是第一項 可不可以 接下來說 這裡有論 生法不生 第一個 哇 這個也是很 很累 我把它念一下 說到很累 說到很累 筆記掉下來 生民國起初 為生民為起 為出 為由 生時 民始 民始起未成 至終生國不生者 是生 生以不生 何以故 有無窮過故 做以更做故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來我說一下哈 產生是什麼 從無到油 從無到油 由剛開始的 像一個花生 花生米 他生根 發芽 成長 茁壯 而產生 花生的 豆莢 所以這個 產生呢 這個生民國起初的意思就是 產生 是指 從無到有 而有結果 的生出 結果 發生 結果 生期 而到結果 產生 為止 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生 好 這第一句 衛生 指的是什麼意思 還沒有產生 還沒有發期 還沒有出生 還 還不見得 還沒有存在 這叫 未生明未起 未出未有 可不可以 好再來 生食是什麼 正在產生的 時候 指正在發生 是 進行事 進行事 這個進行事 他到底 最後 到了終點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來 來 媽媽 生胎兒 他正在 生 胎兒 他要很 用力的 很 痛苦的 比我們肚子痛 幾十倍的 痛苦 那樣 用力的把小孩 生出來 正在生小孩的過程 他還會不會有另外的生 不會 媽媽生小孩很痛苦 所以我們是說 媽媽很偉大 媽媽生小孩 我們會不會說媽媽在拉小孩 會不會 不會 母親生產產子 這個是叫 由無到有 由剛開始 到正在發生 到生出來結束 那聽說這個生產是 肚子痛的 劇痛的 幾十 倍 幾百倍 蛤 對 所以我們 小孩子 出生 就是順著 母親的 慘道 血 和 和下 所以我們一剛開始 其實我們可以記得前世的事物 但是我們的頂門 就被這血污 殘血所污染 所以我們記不得前世的事物 所以 虛運老子上 他出生的時候是一個 龍毛球 也就是說 他被 很厚的胎盤 胎包包住 所以他媽媽 嚇到 過世 所以虛運老子上 他 他 聽說 記得起來 前世的事情 說他是誰的轉世 憨酸大師 聽說 好 那別的不再說 大家最後問大家一個是 虛運老子上俗家姓什麼 好 我都不知道了吧 來 有獎猜謎 猜出來 有獎勵 1987654321號 我公不大 虛擾上俗家姓蕭 好不說了 繼續 我們講到哪裡 聲明 國起初 為生 名為起 為出為有 生死 名 時起 為成 我們講到這 在這裡面 生國 不生 是什麼意思 這是 對應到 這個祭壯 生國不生 的意思是說 前面有講過 前面有講過 已經產生的結果 就不會再 不需要再產生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何以故 他有無窮過故 如果產生之後 還一直在產生 這個叫什麼 有無窮而生的過失 所以產生之後 還會不會再產生 不會 也就是說 媽媽媽 生小孩 總是先生完一個 然後 一個生完 過一陣子 才又再懷孕 然後再生下一個 他會不會 像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 我們說那個那個 財寶天王 手上有一個兔寶鼠 他會不會一直連續的兔寶 不會吧 總是要先兔一個 再兔一個吧 先兔一個 再兔第二個 所以這裡的 生 赤生 然後 鬥號 生以不神 何以故 如果生以再生 就會有無窮之過 就是做以更做 就像已經造作之後 再造作一樣 好 底下 若生生已生第二生 第二生 生已生第三生 第三生生已生第四生 如初生 生已 已有第二生 如是生則無窮 事事不難 事故生 不生 這裡主要就是說 已經產生的 事物 他這一期的因緣 已經成就圓滿 不會再產生 另外一個 一模一樣的事物 一模一樣的東西 即便是雙胞胎 也會有所不同 不可能 不可能說 你生出來 一個兒子 下一個兒子 在生的時候 跟第一個兒子 一模一樣 不可能 這是兩個不同的 因緣 好 這是第二個 可不可以 會不會太快 好 讓大家思考一分鐘 等一下講第三個 好 這個十二門論的這第十二門跟中論的觀山相品 很有關係 他是綱要性的說 好第三項 副次 若為生 生以生 所用生生 是生不生而生 是是不然 何以故 初生不生而生 是者二種生 生以而生 不生而生故 如先定說 而今不定 如做 以不應做 燒以不應燒 正以不應正 如是生以不應更生 是故生法不生 不生法也不生 何以故 不以生何故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來說 現在我都講白話解釋 若為 生 生以生 是什麼意思 這個生就是產生 生 生以 生是什麼意思 產生之後 又再產生 結束之後又再生 所以他這個是怎樣 生和生的意思不一樣 對不一樣 生 生以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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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产生 结束 第三 接续的 生意 然后才生 好可以吗 所以他这个是这样若为生 生意然后再生 好 所用生生是什么意思 所用生生就是说 用来 发生 第二个 第二个生 第二个生 要来发生第二个生一定会有前一个生对不对 前一个生 和后一个生 这个是后一个生 他 他 他们之间是什么 所用生生 我们先看后面一个生 这个是已经产生了 前面一个生就是在这个生 还没有产生之前的这个生 那这个生 那这个生 我们是不是应该定义叫卫生 由卫生 而到生 但是现在他把这个卫生说 这个卫生叫做生 这是矛盾 你把卫生叫做生 你把卫生叫做生 这是矛盾 是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产生 第一个产生是什么 这个是第一个 是由 无 到有的人 所以才叫做第一个生 由无到有你已经产生 产生以后 就不会再产生了 这叫生意 那这一期 这一段的因缘结束了 要继续生 就必须有下一段的因缘而合才会再生 下一段的因缘而合才会再生 那你现在 说 有这个生生 前一个生 后一个生 产生以后再产生 第二个生生 上未产生 上未产生 何产生 那这个是 非常有问题 第一 产生 以后 再产生 第二个 这个生生 这个生生 可以说正 可以这样来说 第二个 那现在呢 你要讲的 这生生 这个问题 是很不合理的 很不合理的 你说有两种生 有两种生在这里 两种生生吧 生已而生 生已而生 不生而生 你之前说 这个必须要被决定 后面又说 不确定 就像 做过的不应做 烧过的不应再烧 正不应正 已经正得的 就不应再正 所以呢 如是生已 已经产生过的 不应该再生 这里做一个结论 事不生法 不生 就是这个 重点结论是在这里 那前面是论着 产生之后 不应该再产生了 就是说论生法 不生 第二个 事故 生法不生 产生过后 不应该再生 还没有产生 也不会产生 好 这白话简直知道 已经产生过后 不会再产生 还没有产生 也不会产生 为什么 不予生何故 什么叫不予生何故 如果你不是遵从这两个 那你这个 产生的概念 就会模糊 不清楚 那你就会 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好 就是第三个 好 大家思考一下 有时 按一下 啊 这里 在地上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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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什麼叫做生理 什麼叫做生 什麼叫衛生 這個叫弄清洗 還有生死正在產生 我跟大家說 這裡面有幾個階段 衛生 還有呢 還沒發生 預生 想要發生 再來呢 生 生之後呢 就變以生 就是 衛生 還沒有發生 還沒有發生 預生 想要發生 生正在發生 以生已經發生 所以這者大師呢 他就把他 連接到 我們的念頭上面去 就形成了天台中的 試運心的推薦 難道不是從中論來的 試運心的推薦是什麼 未念 念頭還沒升起 那麼 念頭 念頭 正在升起的 進行是 你念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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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未生 慾生 慾生 到以生 到你的念頭 未念 慾念 念 這不是叫你念 在 思運心 你看是不是 智者大師 運用了 這四聲 然後來 關心 如果你在配合白髮明文論 觀察我們這一年心念 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所 還是什麼樣的翻 那就可以修除 好 這是第三部分 在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比較短 他說 又一切不生 有生 有生過故 若不生法生 則離生有生 事則不生 若離生有生 則離座有座 離去有去 離時有時 如是則壞事屬法 事事不難 事故不生法不生 所以 我們先看結論 不生法不生是什麼 剛剛不是前面講過了嗎 已經發生的 就不會再發生 還沒有發生的 也不會發生 對不對 一切不生 一切不生 一切諸法 不生不滅 一切諸法無生 但是 這裡的一切不生 他要怎麼解釋 這裡的一切不生 指的是 不產生的事物 能夠產生 就會有 離開了產生 而 有這個產生的過失 不產生的事物 能夠產生 就是說 我們說 例如 獨角獸 是神話中的動物 他根本不存在 今天你居然看到獨角獸了 究竟他這個角 是 怎麼出來的 基因突變 還是人工改造 這是不會產生的事物 產生的 這個就是 有過患 有過失 死女兒龜毛兔角 是不會產生的事物 但是他現在產生了 那這個就是 有問題啊 大家現在有沒有看過 有翅膀的馬 在希臘神話裡面 飛馬星座 就是有翅膀的馬 有翅膀的馬 他叫Pegsas 現實生活中 有沒有這樣的動物 沒有 但是你居然 看到了 那這究竟是怎麼發生 不可能發生的事物 居然發生了 那就是有問題 這裡的講的不可能發生的事物 是說 離奇古怪 像龜毛兔角 那樣 在過去的人 認為 人不可能飛在天上 就現在我們 人 坐著什麼 飛機 飛行儀器 和那個什麼 滑翔翼 在天上飛 但是是不是人飛在天上 不是哦 是人 藉著 氣物 而 飛上天 不是人 上天 不是人 飛上天 啊 所以這個要解釋清楚 好 第二 如果 這個 不會產生的事物 居然發生了 也就是無中生有啊 那麼就會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這會因果錯亂 所以會發生哪些因果錯亂的事呢 離生有生 沒有產生 而他出現了 如果離沒有產生 他居然出現 那麼還會發生什麼事呢 離座有座 離開了因緣造作 而他自行造作出來 離開了 離去 離開了 而又產生了去 這叫什麼叫離開離去 就是說 今天 我在 台北 我沒有要去新竹 就是說 我不去新竹嘛 現在居然我在新竹出現 離去 而有去 那這個是 有問題的啊 離時 而有時 是什麼意思呢 飲食無中生有 他說這個是壞世俗法 所以呢 以上那些 如果不生法生 這是會壞世俗法的 所以不生法是不會產生的 所以龜毛兔角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馬會有腳這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馬會有腳這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馬會有翅膀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是第四項 第五項 第五項 再說 不生法生 他說如果啊不會產生的事物居然發生了 那麼 一切所有不會產生的事物都會產生 這樣會壞英國法 例如說 我沒有發起出離心 居然我正阿羅漢國 注意聽啊注意聽啊 我沒有發出離心 我居然是阿羅漢 我居然是阿羅漢 可不可能 不可能 你要贈得生文法中最高的果位 一定要發很強大的出離心 出離煩惱 想出離煩惱 想出離煩惱 出離生死 想出離生死 想 泄脫煩惱的心很強烈 那你說我不想泄脫煩惱 我又想贈阿羅漢 有沒有這回事 無有是處 沒有這回事 這裡再講 如果說不生法會產生 那麼 凡夫俗子根本就沒有發起 無上正等正覺的佛菩提之心 他居然成佛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阿羅漢 阿羅漢 他會不會再退轉 法華懸疑是說有退轉的阿羅漢 但是我們現在不說那個 我們就依印度佛教的形式 已經贈得生文聖最高果位的阿羅漢果 會不會再退回到凡夫 不可能會不會再起煩惱 不會 但是你如果說不生法生 那就是說阿羅漢會退轉 阿羅漢會起煩惱 阿羅漢會退回凡夫 這是有問題的 好 好 就像龜毛兔腳馬會伸腳 兔子會伸腳馬會伸翅膀 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呢 不生法 是不會產生的 好這是第五項 大家思考 幾分鐘 講太快了 講太快了 這個關於阿羅漢會不會退轉的事情啊 說這個 有所謂的退法阿羅漢 但是這個是在極其 稀有的因緣中 才會有的 那我們看看是什麼叫退法阿羅漢 看完這個我們再看第六項 退法 退法阿羅漢是什麼意思呢 六種阿羅漢九種無學之一 乃正得阿羅漢果忠 最頓根的阿羅漢 逢疾病等惡人 即退失所政之果 這在聚社論中說的 這個說法會讓 傳統的 根本說一切有不大為吃驚 阿羅漢根本不會退轉 小聖阿羅漢相當於大聖的 八地菩薩不退轉 至於說教理的頓政 那這個以後再講啊 我們仔細的看他為什麼會有退轉的 時候呢 他是這樣說 退法阿羅漢者 若為頓根性 若由善 若不由善 若失為 若不失為 皆可退失憲法樂助 失為者遇害自身 不失為者不遇害自身 退憲法樂助者 為退世間禁慾等定 就是 按照他這樣來說 按照他這樣來說啊 他只是退憲法樂助 應該不是說 退失 他正得的阿羅漢果位 退世間禁慾等定 就是 原本正得四禪 會退世到 九星柱 這個是 巨色論 第25卷說的 那麼 大皮菩薩論 那說 未獲有職 定五退起 諸煩惱意 如分別論者 或 筆引世間限於為政 未做事說 如憑破矣 唯有餘瓦 不復作品 諸阿羅漢 亦因如是 金剛欲定破煩惱矣 不應 負起諸煩惱退 如燒木耳 如燒木耳 唯有餘灰 不還為木 諸阿羅漢 亦因如是 無漏至火 燒煩惱矣 不應 負起諸煩惱退 筆引此等世間限於 正無退起諸煩惱矣 他這裡又說 阿羅漢有兩種 一個退法 一個是不退法 那為什麼 阿羅漢 會 退失他的阿羅漢果 到 三果 類似這樣 他說 第一 多營事業 第二 勒豬細倫 第三 浩和 鬥爭 第四 喜色長途 第五 身痕多病 等等 他說 這個會退失你的阿羅漢果 但是這也是不派說法 不一定 不一定的全藍都是這樣 好 這是所謂退法的部分 好第六 不生法不生第三 我把這一段文先念一下 我們還有15分鐘 問曰 不生而生者 如有因緣和何時 方 作者方便具足 事者不生而生 非一切不生而生 事故不應以 一切不生而生為難 這是外道的問題 回答 落法生時 方 作者方便 眾緣和何生 事中先定有不生 先無意不生 又有無意不生 是三種求生不可得 如先說 前面已經說明 有這樣提問 這個 不會產生的事物而產生了 為什麼他會產生呢 我們 認為 永遠不會產生的事物而產生了 他說 因緣和何的時候 各種因緣和會聚合 方是什麼 時間 空間 作者 因緣和何時 就是時間 方 就是方分 佔有空間 具有體積 就是空間 作者 全部具足的時候 這些不會產生的事物 就 產生了 並不是說 一切不會產生的事物啊 都會產生 意味著 這些不會產生的事物 而產生的是因為有 眾多因緣的配合 所以他這個永遠不會產生的事物 才會產生 所以你不應該啊 來責難我 說 完全不會產生的事物 是不會產生的 如果產生了是有問題 你不該這樣責難 好 他這邊回答 像你所說的 你說的是什麼呢 事物在產生的時候 事物在產生的時候 必須有時間 空間 作者等等 等等條件具備 各種因緣 聚合 就能產生 好 這是你的第一個 這個 回應 但你這個回應裡面 必須要加上 一些 關鍵點 什麼關鍵點 這些事物中間 如果確實存在的結果 就不會發生 確實存在的結果 就是說 不能有決定性 什麼是 確實存在的結果 第一個 永遠不會發生的結果 他也不會發生 例如 獨角獸 這是第一個 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結果 也同樣不會產生 什麼叫既存在又不存在 說 我活著 這個哲學家 最常這樣說 我活著 但是我又死著 我又生又死 那你活著就是活著 死了就是死了 那哪有說 又活著又死呢 這無有事處 沒有這回事 還有呢 還有呢 這三個剛剛都已經講 就是第一個 如果中間已經先確實存在 決定的結果 就不能產生 這個事情一定會發生 這個事情決定會發生 這有他發生的決定性 但是一切都因緣合合的 缺少一項因緣 他就不會發生 你怎麼說會有決定性呢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不存在的結果 也不會產生 例如說 再說一次 剛剛再說一次 例如說獨角獸 這完全是世俗之間 不會存在的動物 他也不會產生 第三個 又存在又不存在 那你是在自相矛盾 所以這三種方法來推球 你剛剛說的 產生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現在我說 不能產生的事物 就不會產生 這是第六個 思考 我停下來思考 大家思考一分鐘 在思考一分鐘的時候 我把我們的課本 他的論主回答 念一遍 假使 如你所說 諸法生死 是因為 處所 作者 智慧等眾人 合合而生 假如這些條件 已經先有了 何必又產生 定有 當然不生 若這些條件 本來無 無則 定無 先無 當然也不生 假如 亦有亦無 則相互矛盾 更不可能發生 可見 從 有無亦無 亦有亦無 三種求生 皆不可得 這在前文已經說過 他這個翻譯 很需要再 論事一次 好 一分鐘也過去 第七個 第七個就長了 第七個 我把他的 文念一遍 第七是論生死不生 這個標題就是說 正在發生的時候 它是一個進行式 他會不會再發生從0到1 或從5到有的這種產生 是不會的 這是他的標題 好他的文是這樣 事故不生法不生 生死亦不生 何以故 好這一段我已經講過了 好這一段我已經講過了 再一次說 不會發生的事物是 不會再發生 正在發生的事物 它是處於進行式的狀態 也不會發生那種從無到有的發生 何以故 有生生過 不生而生得 過時故 生死法 生分不生 如先說 未生分 亦不生 如先說 好這什麼意思呢 事故不生 事故不生法不生 生死亦不生 這已經講過 有生生過 什麼叫做生生過 產生的 產生的 再重複再產生 會一直重複產生下去 這個無限延伸的過失 就是 就是 發生在 不生法 而生 生死 而生 的問題 好 這個是這樣 先跟大家講 如果 如果 若 不生法 生 它就會產生的過失 不生法就是 絕對不會產生的事物 居然產生了 它的過失就是什麼 生生生之過 好 再來 生時亦不生 如果生時 生 那它的過失是什麼 好 不生而生 不生而生 那就是說 已經產生過的 接續不斷的 一再產生 就像複製人一樣 即使是複製人 他能夠跟前一個人 一模一樣嗎 因緣已經改變了 複製出來的人 也是會不一樣 所以 不生法生 生時而生 就會有生生之過 和不生而生的過失 好 生時法 是什麼意思 生分不生 生是什麼意思 生時法就是 生時是正在產生的時間 這個進行是 正在產生的事物 是進行時 所以叫生時法 生分不生 正在產生 正在產生 是進行式的這個事物 然後呢 說它不生 在上面的論題已經說過了 還沒有產生的事物 它也不會產生 在過去 在上面的文章也說過了 好 這是第一段 第二個 複製 是 若離生 有生時 則因生時生 而實際上 離生 無生時 事故生時亦不生 這裡就是說 未生 生時亦生 這三個 全部都是 無生 都是不生 喔 這麼多生 頭都亂掉 好我白話解釋 他說 再一步來說 如果離開了 產生 而有 正在產生的時候 那麼才應該 才 才應該怎麼樣 會有 正在產生的這個時間點 它會產生 但是 實際上真正的是什麼 離開了這個 產生 而 沒有 產生的時刻 那這個叫做什麼意思啊 我在給大家分析分析 來請看 離開了生 我們說的生 是什麼意思 來 生就是呢 產生 產生呢就是 從 無 到有 的發生 生時呢 也就是說 生時 是 什麼意思 從無到有 這樣發生的 時間 這個 這個就是 時間 然後 是 什麼 進行事 是 是 是不是 進行一次 對 好 現在 離開了生 就沒有這個生 還會不會有生死 沒有啊 那你現在外道說 生死 有啊 生死有是什麼 什麼意思 有一個生死之生 在這個時間 他會有一個生出現 那你這個是荒謬的 是矛盾 因為離開了生 根本就沒有生死 更沒有所謂的生死生 更沒有所謂的生死生 離開了生 沒有生死 更不會有生死之生 三個通通都沒有 複賜 如果有人說 生死之生 那他說有兩種 第一個 正在產生的這個時候 有一個生 這是第二個 第一個 生死就是這個生 那這個有問題 生死 就是生 那就是因果同時 錯 就是生死就等於生啊 第二個 生死的時候 產生這個生 那你完全都圍繞在生死上 但是你必須知道 生死是對應著生而產生的 沒有了生 根本就沒有生死 那你一直糾結在生死上 說生死有一個生 或生死與生是相同的 這根本是有問題的 沒有這種 沒有這兩種事 沒有這兩種事 所以生死 也不會產生 所以生死 他就說到我的結論 沒有生 沒有生死 生是怎麼樣發生 我們說生是從無到有事物的產生 有了這個生 才會有生死 如果沒有這個生 沒有這個生死 這個正在發生的事物 這個動作 怎麼會有呢 好 如果 如果生若無行處 什麼叫生若無行處 什麼叫生若無行處 如果正在發生的這個事物啊 沒有他實現的處所 那就不會有生死生 事故 所以呢 這個產生的時間 也不會發生 講這麼多就是 沒有生 沒有生死 就是他有他有三個啊 生法 生死 生 生 都不會產生 因為 這都是緣起的 這講來講就好像繞口令 好,第七點可不可以了解 好,不了解的話 多動動腦啊 我在這邊都講得很清楚了 最後 關一切法空 最後他做結論 如是生不生生死皆不成立 生法不成 無生助滅 一如是 生助滅不成 有為法不成 有為法不成 無為法不成 有為無為法不成 眾生亦不成 當之 一切諸法 無生無滅 必盡空 白話解釋 這樣發生 不會發生 正在發生的時間點 都沒有自信 都沒有自信 不會成立 因為 這個生法 正在產生 或是發生這個事情的這個狀態 這個法不成立 既然這個不成立 所以呢 生助滅 生助滅 他是不是不成立 所謂不成立的原因 就是說 他不會永遠助 著 在同一個點上 生助滅 他是一直相續不斷的 他是 沒有恆常性的 他是無常的 所以才說 無生助滅 再說一次 這個生助滅 他是相續不斷 他不會一直停留在生 也不會一直停留在住 也不會一直停留在滅 他是一直生助一滅 生助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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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循環不斷 所以才叫無常 是吧 有自信的生助滅 不成故 所以呢 有違法 亦不成 有違法就是 有因緣和合的一切諸法 他這裡說 有違法不成是什麼 因為他把它定位成 有違法 定有 決定有 但是有違法也是因緣造作 所以不會說 他是定有的 無違法 是伴隨著有違法而產生的 既然有違法 也是因緣生滅 是必進空 那麼無違法呢 他也不會 也不會 完全 助著 一定有 這無違法 無違法也是因緣生滅 也是必進空 應該從空性上來說 好 好 前面講的有違法 無違法 都 是必進空 不成立 眾生呢 也不成立 這裡眾生不成立是說 眾生也是因緣和合 眾因緣所生 我說是必進空級的無自信 我們說 度一切眾生 時無眾生得滅度者 因為眾生也是必進空 所以最後結論 當之一切諸法 無生無滅 必進空級 十二門論 終於講完了 應該我不是在感客 還是有感客的意味 這裡面有很多的論辯 大家就是要回去 多參詳啊 我用很剛要式的把十二門論 這樣結束 也很謝謝 線上的法友 聽法的聽眾 那麼 可能是講得快了些 如果說 大家 不反對 我們在下一次 再給大家鋼要性的說一下 下一次我們上課是 8月19號 因為8月12號是 摘生大會前一天 我有些準備工作要去做 可能這一天我會 8月12號會跟基金會請假 或是諸位不想請假 我請代課老師 好吧 那我們就休息一次 那8月19號 我們就開講 涅槃 無名論 造論之 涅槃 無名論 那我們先會給大家介紹 什麼是造論 的一些大綱 然後造論包含了 什麼 惡不謙論 波弱無知論 和什麼 還有一個論 啊 不真空論 那我們會把他的 內容 綱要性的提醒一下 然後 我們講 涅槃無名論 涅槃無名論在造論裡面的篇幅 最大 8月19號我們就開講 涅槃無名論 很謝謝大家 我們終於把 三論 完整的 給諸位傳授 中論 中關四百論 十二門論 講完 這個也達到 一個 一個什麼 達到一個什麼 達到一個目標 啊 達到一個階段的結束 好 你就先說到這 向下文長賦予來日 好 下週就休息一次啊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下課 五百論 下一個 因為 十五百論 三百論 過 我們 住他的 增少許 就 有